上一集我們講到 我準備為伯俠這件事而奔走 所以師傅建議我去找梅郎師叔 自從茅山重啟山門 我入了茅山中已經有一年多 對於山裡的事務也算比較熟悉 知道梅郎師叔是他們十大長老之中 少數幾個徵修外丹之術的人 也就是所謂外門的長老 茅山術有很多種 正統的就比喻燈真忍缺、清微丹缺等等 這些都是徵修內丹 通過行器、引導、呼吸吐納 令身體裡的煉丹 已達到長生不老、參與天獨的目的 這些方法也是茅山中的精義所在 至於民間相傳的那些神秘道術 反而就算下誠 不過就算是下誠的道術 也足以令很多旁門左道仰手而望 這就是頂級道門的底韻 而梅郎長老他徵修的 就是文明已久的茅山養鬼術 茅山養鬼術和楊二丑那種謀害人命 通過折磨靈魂而獲得巨大力量的手段不一樣 他有一種類似八俠和我這種關係 不過不同的是 修行這個道術的道士 他是通過尋找那些幻化空靈的孤魂野鬼 然後將他修復 再化為己用 比較著名的就是五鬼搬運術 用來投身建築事業絕對是一流 茅山中國風之上 有著很多宏偉的建築和殿堂 也就是這些神奇的道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每一個修行這種道術的人 對於鬼道、陰魂都是一個行家 而精通這一道最為著名的就是梅浪師叔 他是裡面最厲害的人物 茅山后院是茅山中的禁地 裡面古樹參天 無數禁制和發陣 這個是尋上的門人不可以去的地方 而那裡附近有三個住地 一個就是埋葬列位先祖的墓地 第二個就是茅山的營堂深谷 另一個就是梅浪長老的鬼谷峰 這三個地方都是詭氣心心 一般的人都不會去 我也沒有去過 但是我懂得路 得到了師父的吩咐之後 我就向著那邊走了過去 雖然中門之內有指甲馬 但是為了平時的修行 除了有緊急情況之外 我們一般都不會用 而且這東西擁有的人並不多 所以我不想把自己表現得太特殊 畢竟作為道門的大師兄 很多時候我的一舉一動 都會有很多人看著 所以我都是暴行 一路深日 從清池宮下來了 越過谷底的平原 我向著墨林那條山道走過去 一般來說 動天腹地當中的氣候通常都是晴朗 行走於山林之間空氣比較清新 陽光很明媚 一路走一路欣賞著沿途的風光 也確實一件不錯的事 只可惜這個茅山中雖然人氣很旺盛 不過到底都不算多人 一路之上 我都沒有見過幾個人 顯得格外的冷清 幸好我出發之前已經問清楚怎樣走 一路走過去也不會當失路 一個小時後 兩邊的樹林逐漸稀疏 前面一座矮蜂在我面前出現 這裡裡面臨心葉蜜 空谷幽深 和剛剛看到的晴朗明媚的天空相比 這裡顯得一片的陰沉 那些陰風符符符聲 在四面八峰直卷而來 將這裡襯托成為一個鬼怪出沒的地方 鬼谷蜂這個名真的很貼切 人身處的期間也不寒而淚 果然當我走到矮風之下的時候 看到上面樹立著一塊石碑 上面寫著鬼谷蜂這三個字 這種字蒼敬而有力 用紅色書寫更顯出它的恐怖 雖然有些得人害怕 不過到底這裡都是茅山的地盤 所以我也不會太擔心 我直接走上去 感覺到道路有點破損 雜草重生 周圍都很荒涼 令人深深幾分感慨 走到半山這個時候 我突然聽到一陣嬰兒的啼哭之聲 我心裡馬上產生幾分涼意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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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嘔 這個聲音在這個環境當中聽起來 真是令人打得冷靜 好像它的哭聲直接向我心裡捐 我雖然沒有帶喝血寒光劍 但那把匹邪劍我一直貼身帶著 於是我條件反射地把它拔出來 向著聲音的來源尋找過去 一步兩步 我走得很慢 我聽到聲音越來越近 我的心也不由得一陣的慌亂 這種感覺我已經很久都沒感受過 而到最後 當我將草叢撥開的時候 我真的嚇了一大跳 我既沒有見到惡鬼 也沒有見到妖怪 反而見到一個抱著孩子的女人 這個女人看年紀已經有三十幾歲 用眼虎眉身材火爆 但這也不是我吃驚的緣故 我吃驚是因為她的樣子 她刺足了我所認識的人 楊小蘭 沒錯 無論是相貌還是身材 還有那種糊眉的氣質 幾乎都是一模一樣 不過就除了年紀 我所認識的楊小蘭 她只是比我大一兩歲 而這個時候這個女人 她雖然容顏尚在 她雖然容顏尚在 但已經徐良半老 當她轉回頭的時候 看到一面驚訝的我 她表現得很淡定 她平靜地說 陳二蛋 很久沒見 她一出聲 我終於認出了她就是楊小蘭 我立刻在驚訝當中全神戒避 將那把小宝劍反手掌握著 揍著眉頭看過去 但是她面上就發出了一絲微笑 啊 不對 我現在應該叫你做陳志晴才對 我們兩個都住在茅山之上 但是從未謀面 哈哈 說來真的挺好笑 不過說實話 當初我就高高在上 現在 整個茅山都可以聽到你陳志晴的名字 連我哥哥都比不上你 我走走眉頭 你…你哥哥? 楊小蘭有些字就這樣說了 不就是楊之修咯 你應該認識她的 就是她把我帶上來茅山 不過現在的她 對著愛人說 說我是她姐姐 我想起當天在金陵 救出楊小蘭的那個青年度人 其實楊小蘭出現在茅山並不算意外 她口裡說的楊之修雖然和我接觸不多 但是我也經常聽到 她是虛稱真人的關門弟子 一個五星極高的道人 是茅山新興力量之一 楊之修在茅山當中 她的地位僅僅似於十大長老之下 是一個實權人物 既然有她擔保 所以楊小蘭能夠出現在茅山 也不算得什麼事 我和她雖然去日有仇 不過到現在也不算得什麼了 我沒有再問 而是指著她手裡的孩子就問她 她是… 楊小蘭的面上充滿著幸福 她跟我說 這個…是我的兒子 她叫彭妃 昆彭高妃的意思 你覺得她的名字怎樣 她這樣說 我突然想起了當日在甘寧的時候 她的肚子已經很大 現在已經三年 但這個小孩到現在才出生 難道真的像拿渣托世一樣 不過我也不敢多問 突然想起一件事了 那個孩子的爸爸是誰 這句話剛剛問完 楊小蘭的面上露出了自渣的表情 她哼了一聲 你問那麼多來做什麼 反正又不是你的 這句話說出來說得很幽怨 我只能夠笑笑 也沒有回答 而是平心靜氣地詢問著她 對了 你知不知道哪裡可以找到梅浪掌路 我沒有打爛沙盆問道督 也沒有表達出對楊小蘭太多好奇 這樣也令她自尊心好像有點受挫 她面色變得有點陰冷 向著山上隨便一指 你向上走 看到一個鬼氣深深的野廟 那裡就是鬼谷宮 不過就算你找到那裡 都會失望 她只怕現在都不在 我對楊小蘭有一種本能的排斥 可能是童年的時候留下陰影了 我知道消息之後沒有再停留 而是繼續向著山上走 楊小蘭一直站在我身後 不知為什麼 我雖然沒有回頭 但我感受得到她用一種很怨毒的眼神 只看著我 這種感覺令我背部也有點發寒 很快碎我來到鬼谷殿 鬼谷殿是個好像廟宇那樣的建築 昏黃的院長上面 全部都黏滿著青苔和蜘蛛網 比起外面那些飽受戰火炊塵的建築物 好了一點點 我走到門口大聲地叫 茅山掌教門下陳志晴 前來拜見梅長老 我這樣喊了兩聲 沒等我喊了三聲 就有一個人走出來 向我拱拱手說到了 在下徐淡定見過大師兄 來的人是個黑蒲少年 十七八歲 雙眉如劍 我認得他 知道他是茅山的後裔 所謂茅山的後裔 其實是一批特殊的人群 他們是茅山上一輩 道門弟子當中的家屬子弟 比如我師父的兒子一塵哥 和這位徐淡定 他是水茅長老的兒子 他家學淵源出身名滿 雖然之前種種的原因 並未真正拜師 但是好像有著徐淡定 這樣修行天父的後裔 其實基礎一點都不比我差 黑蒲少年徐淡定出身名滿之後 待人接物都極其圓滑 當知道我的來意之後 他抱歉地告訴我 他說他師父前半年在外面漂泊 一直都沒有在鬼谷風當中 這種情況果然和楊小蘭說的一樣 我真是搞不明白 師父為何叫我過來找梅浪長老 他應該知道梅浪不在 正當我準備離開的時候 徐淡定就說 雖然是這樣 不過師弟也跟隨師父 學過一些鬼道的本事 大師兄 如果你信得過我的話 我可以幫你看一下 雖然不知道水茅長老的兒子 為何會拜在梅浪長老的門下 但是我知道 好像他這樣大藝入師的弟子 一點都不可以看少 於是拱拱手多謝他 接著我把百合叫了出來 他果然真的有些手段 在見過百合之後 徐淡定合自一選 就可以說出和百合同樣的話 於是我立刻問他怎樣處理 他給出一個答案 現在當務至急 就一定要找一個好人家 讓他投胎轉世 如果不是的話 就連前往欣賦的機會都沒有 而且一定要快 最快要一個星期 最遲十天之內搞定 好了 到底我能不能搞定這件事 我們下集再說 我們下集中 對 我們下集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